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今天要来看菲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那么在这一节呢 我们看到保罗他过去是一个对信仰十分坚定而且热忱的人 所以在过去的信仰里面 只要是他所知道的诫命律例 他都会尽力的义无反顾的 然后没有折扣的去遵行 而在他的信仰的环境里面呢 他这样子去做 他也是被他的环境跟相关的人认为是正常的 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于在他所处的族群里面 那么活热的信仰者热心遵行律法的人 是会得到高度的敬重的 事实上就连许多比保罗更早就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 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呢 他们也不觉得行旧约的律法跟接受耶稣的救恩是有冲突的 好 所以那些持守旧约信仰的信徒呢 才会不断地被对这个信主得启示之后的保罗发出敌对跟抗议 好我们看到后来保罗他在各地传道的时候 反而到他所传道的地方去逼迫他的反而是从耶路撒冷去的犹太人 好那原因就是保罗过去是这样一个遵行律法的人 如今他以得着基督为至宝 他用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来去阐述这个信仰 就对于过去这些人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震撼 那么我们知道持守律法的作为对于犹太信仰者而言 其实不论是他在社会地位在人格在生育 其实都是有被尊荣跟很大的帮助的 那么为什么保罗会得到这样的启示产生这样的改变 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 他把先前这些实际上他认为是对他有益 而在他环境上也实际产生益处的这些事情 他能够因为基督都看作有损的 那我们就要认识一件事 事实上信仰对人产生最大的一个影响 应当是在这个损益观念的改变 所谓的损益观念其实也就是我们价值观的改变 保罗过去以遵行律法为有益 因为我们看到不论是在环境上地位上 甚至于在他们所认为的永恒的称义上面 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但是当保罗知道基督的意义的时候 那么他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些他过去所夸口的事情 对于永恒的基督的生命其实是有损的 就像我们昨天有分享到 当保罗发现当他这样去遵行律法的时候 结果他生命里面却产生出那个与基督生命相违背的许多的恶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些事情原来是与基督的意义是有损的 那么保罗他也能够知道这个要以得着基督为至宝 因为他认识了原来这个真正能够存到永恒的 是在我们人里面做成的属基督的生命 我们知道保罗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去 然后看见许多属灵的奥秘 以至于保罗他所得的启示 在我们现今的教会很被重视 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但对我们来说我们能够如同保罗所感受到的 我们也能够以得着基督为至宝 并且我们愿意调整改变我们的损益观 倘若我们在世上被藐视 甚至受委屈困苦 但却能够很扎实的真实的建立我们属神的生命 建立那个上帝所要的生命的样式 就是好比圣灵的果子所描述的基督徒的生命样式 使我们里面有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信实 温柔 节制 如果我们所经历的患难 是帮助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生命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 就是看这一切唯美好的 相反的 如果在世上的成功顺利 但却让我们发现 其实它与我们神所要的生命的性情 其实是有损害的 好比说它事实上是使我们越来越骄傲 或者说使得我们越来越不倚靠神 使得我们与神之间的关联越来越淡 那个感受越来越少 越来越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倚靠自己 或是倚靠地上的钱财 势力 能够处理 能够摆平很多的事情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跟智慧 就是去察觉说原来这些事情是与我们有损 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领受从真理而来的正确的损意观 就是什么是有益的 什么是有损的 我们能够跳出世间的一个看法 能够得着永恒的国度 并且以得着基督为至宝 就轻看世上一切的羞辱 因为我们知道世上一切的事物 都能够成为建立我们属神生命的一个素材 或是养分 那倘若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眼目 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来去审视 那么神所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也应当能够领受一个应许 就是我们靠着神以及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能够知道神所允许的 当我们来依靠祂愿意做成属神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那么神是负责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让一切的困难或是人看为不好的事情 到后来都能够很真实地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 那盼望我们每一位能够在神的爱中 每一天不断地更新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